书肝最厉害的最后15天 记得做好二一四季疏通身体欲解 在中医的世界里春季被视为万物生化之时 而肝气的调理尤为关键 俗话说春生下长秋收冬藏 此时不仅是大自然转换气候的关键期 也是人体内在气血运行转换的重要时刻 尤其是在古语这最后15天是调养肝气的黄金期 那么如何在这段时间内疏通身体的欲解 让肝气畅通无阻呢 一、古语季节与肝气疏导的重要性 春季属木而木则象征筑肝 肝气在春天生发旺盛 中医认为肝有疏泻的功能能够调节情绪 促进气血流畅 古语作为春季的收官 标志住肝气调理的最后阶段 在这段时间里气温逐渐升高 湿气也随之增多 人的情绪容易受到影响 出现焦虑、烦躁等不适 因此 疏肝解育不仅仅是为了身体健康 更是为了心情的晴朗 二、二宜 促进肝气顺畅的生活建议 一、以饮春茶、绿茶与茉莉的养生功效 春水出生、春林出盛 春风时里不如你春天的茶 就像春风一样轻柔而又充满活力 古语时节、新鲜的春茶摇曳生姿 其清新的香气正是疏导干气的佳品 绿茶之中 以清香著称 性凉胃苦 能清热解毒 疏肝解育 再搭配上温馨的茉莉花 一生一酱 调和了茶的寒凉 使其更适合不同体质的人群 喝上一杯新茶 不仅能尝到春天的味道 更能助你甘气顺畅 心情愉悦 二、以焚香配香囊 芳香疗法与本草经书的智慧 在传统中医中芳香疗法 以其独特的方式 通过味道影响人的情绪和身体健康 《本草经书》中提到 蓝草等芳香药材 具有散结质 除慧恶的功效 对开胃除恶 清肺消痰 散欲结都有显著作用 古语时节 焚上一柱香 或是佩戴一个小巧的香囊 不仅能够净化空气 还能让心情随处香气 舒展开来 肝气自然而然也会变得通畅 三、四剂 避免肝气郁结的生活习惯 在中医理论中 肝气顺畅是身体健康的关键之一 而现代生活中的不良习惯 往往是导致肝气郁结的罪魁祸首 以下四点忌讳 是维护肝气畅通不可忽视的方面 一、继肥肝厚腻与冷饮 饮食对肝气的影响 肥肝厚腻的食物容易导致脾胃负担加重 形成湿热 进而影响肝气的疏险 中医骨疾素问至真药大论提到 肝与生轻意味住肝脏喜欢清淡 故应减少油腻食物的摄入 同时过多冷饮会伤及脾胃 导致肝气不畅 研究表明合理饮食对于维护肝脏健康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故在饮食上应以清淡为主 避免过度刺激肝脏 二、继压抑与忍耐 情绪管理与肝气流畅 内经缘、怒伤肝 长期的情绪压抑和忍耐会导致肝气郁结 从而引发各种身体不适 现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 负面情绪与慢性疾病之间存在关联 因此 学会适当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 不仅有助于心理健康 也是维护肝气顺畅的重要环节 三、继熬夜与用眼过度 睡眠与视力健康的中医观点 中医认为 肝开窍于目 肝血充足则目能明 而熬夜和用眼过度都会损伤肝血 现代研究显示 睡眠不足会影响肝脏排毒和修复功能 长期熬夜更是会增加患上肝病的风险 因此 保持充足的睡眠 合理安排用眼时间 对于保护肝脏功能至关重要 四、继肝血不足 女性健康与肝血关系的维护 特别是对女性来说 肝血不足会直接影响到月经健康和整体状态 中医理论中提到肝藏血 血为月经之本 当肝血充足时 女性的面色、月经等都会更加健康 因此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应注重补血养肝 如适量食用红枣、桂圆等食物 以维护肝血充足 四、鼓雨之后立下养生策略的转变 随住鼓雨的过去 我们将迎来立下 天际逐渐转热 人体的养生重点也随之变化 在这个时节 中医养生的侧重点应该从疏肝转向补血、养阴 中医认为 夏季熟火、火煮热而血型于外 此时人体的阳气逐渐旺盛 阴血相对不足 因此 立下后的养生应注重于滋阴补血 以保持气血平衡 此外 应适当增加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摄入 如绿叶蔬菜和新鲜水果 以强化血液营养 对于女性而言 立下后更应注意阴血的养护 中医提倡下养心 而心与血脉相通 心血充足 则心神宁静 女性可通过食用补血食材 如黑豆、丧肾等 来滋养心血 平补心神 月经健康直接反映了女性肝血的状况 立下后 除了日常饮食的调整 还应结合适当的体育活动 如太极、瑜伽等 来促进气血流通 调和身心 同时 避免过度劳累和情绪波动 以免影响月经周期的规律性 五、调试情质、情绪与肝气的深层关联 情绪的波动与肝气的输泄密切相关 中医认为肝为情质之关 情绪不顺是导致肝剂不畅的重要因素 现代心理医学研究亦证实 情绪状态对肝脏功能有显著影响 长期的情绪压抑可能会导致慢性肝病 因此 调试情质不仅有助于身心健康 也是维护肝脏功能的关键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调试情质 例如 进行心理放松训练 如冥想、深呼吸等 都能有效缓解情绪压力 同时 可以通过艺术疗法 如音乐、绘画等形式 来表达和调节情绪 此外 与家人朋友的良好社交互动 也能带来情绪上的支持和缓解 六 调节作息、睡眠与肝脏健康的关系 良好的睡眠是肝脏排毒和自我修复的关键时期 中医学中提到子时 夜间11点至凌晨1点睡眠 南养生之本这段时间被认为是肝脏进行自我修复的最佳时机 现代医学研究也显示 睡眠不足会严重影响肝脏功能 增加肝病的风险 因此 建议每晚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 尽量在夜间11点前入睡 以确保肝脏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同时 避免高强度的脑力或体力劳动 尤其是在睡前 以免影响睡眠质量 七 调养饮食肝脏健康的营养支持 饮食对肝脏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 中医提倡五味调和 即饮食应包含酸 苦 肝 心 咸五味 以达到营养平衡 酸味归干 适量食用酸味食物如山楂 柠檬 可以收敛干气 苦味食物如苦瓜 蕎麦 可清热造湿 助于肝气疏泻 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强调了多种营养素对肝脏健康的重要性 例如 蛋白质是修复肝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确保每日摄入充足的高质量蛋白质 如鱼 肉 豆制品等 同时 维生素C E等抗氧化物质 能够保护肝脏免受自由基的伤害 这些营养素主要存在于新鲜水果和蔬菜 中 适度运动 促进肝气流畅的有效手段 适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身体气血流通 增强肝脏的输泻功能 中医认为 运动能行气活血 有助于肝气的输泻和肝血的生成 现代医学研究意表明 规律性的体育锻炼能够改善肝脏的代谢功能 降低肝脏疾病的风险 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如快走 游泳 骑自行车等 不仅能促进身体健康 还能提升情绪 对于调节肝气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通过上述的调试请制 调节作息 调咬饮食和适度运动等综合措施 可以有效地促进肝气的输泻和肝脏健康 在古语季节 更应重视这些方面的调养 以迎接夏天的到来 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